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下来寻找一个低点 在那一天的调查当中 更多人是倾向于选择向上去挑战 更多的人是认为说 劫后向上变盘的概率大 但实际上就在我们放端午小长假的 这几个交易日当中 对于万维市场而言 比如上周四 上周五 我们休假可能万维市场是普遍重挫 再来看看端午小长假期间 好像在消息面上没有什么样利好的消息 反而对于一些消息 慢慢地开始转变为利空 大家其实应该心里有数 对于今天这个行情 可能没有更多的期待 至少再来一根白点长阳向上突破 这个概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但是像今天这样一个白点长阴 大家有想到吗 而且很多人对于今天这个日子 其实也是比较关注的 因为在昨天 其实咱们是不开市的 但很多人也在说 6月12号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 是我们在2015年的6月12号 见到了5178点 咱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年吧 这一年的A股沉浮 在2015年的6月12号 我们见到了5178点 这一年过去了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 有没有把这种连续下跌 一波又一波的下跌 这种记忆抹杀掉呢 可能有的人说本来想抹杀 但是发现这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它一次一次的 让我去恢复那一段记忆 我们从5178跌下来 第一次跌到了3373 反弹到4006 又从4006跌下来 见到了一个2850点 随后开启了 三四个月的这一波反弹 这一波反弹是截止到目前为止 反弹时间最久的 空间最大的一次 反弹到了3684之后 从2015年的12月23号 也就从我们16年的 1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开始 出现了连续下跌 3684一路跌到了2638 随后我们又开启了 漫长的震荡上行盘整之路 这一段路程 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呢 就是二月涨幅一日还 三月涨幅一日还 就是还涨急跌 好不容易慢慢爬慢慢爬 从2638爬到了3097 又出现了快速下跌 3097一路跌到了2780点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 这个平台是搭不稳的 因为我们横盘 在这儿横了15个交易日 没想到一根白点长阳 让大家对于后市开始 慢慢地从谨慎到谨慎乐观 可是不过也就过了一个 端午小长假 咱们今天一开门 看看跌了多少呢 94个点 2016年的6月13号 正好对应2015年的6月12号 这一年过去了 A股有变化吗 好像有 比如说那个时候在5178点 现在在2800多点 但是这种急跌 还涨的这种特性 没有变化 而且一跌起来 就让大家觉得恐慌害怕 这样的情绪也没有变化 那今天这个跌什么原因导致的 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 比如说外围市场 当然还有 6月份的前4个交易日 已经有超过60家公司 发布了减持 或者是减持计划的公告 解禁股派发的压力 从目前来看 确实比较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 节日期间 国际风险性的事件 真的是频频爆发 外围市场纷纷遭遇了重挫 我们的人民币汇率也承压 国际油价下跌 因为避险情绪的上升 导致了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 而今年黄金板块 也刚好只是 A股今天的一只独秀 这一年 相信每一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慨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能够回到一年前的今天 你会做出怎样的一种选择 会在5000点的时候 只想着赶紧卖股票 还是说 哪怕回到一年前的今天 很多人也会想 5000点之后会有8000点 8000点之后会有1万点 但如果回到一年前的现在 一年后的现在 2800多点 很多人在说 这个时候到底是应该想着 赶紧卖股票 还是找机会买股票呢 先来听听李老师 因为你看不是大跌的时候 或者大涨的时候 总会见到李老师 也会见到郑老师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大跌还是大涨 这二位都是来打气给欣欣的 一会看看你们的观点 另外还有徐老师 三位老法师 来听听他们的观点吧 先让李老师来说一说 这一年过去了 您心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慨吗 我感到首先一个是 这个5178的这个下跌 就像一个高空的皮球掉下来 刚才主持人讲了几波的反弹 一波二要一波二 一直到最近你看 这个2638可以谈到3097 3097回到2780 2780直到2945就下跌 然后又回下来了 虽然今天跌得猛一些 但是这个皮球在 弹性在逐步逐步的减小 有一种着弱的感觉 这是第一个感觉 第二呢 在不经意之间 我们A股的估值 有原先的非常恐惧 跟国际成熟股市接轨 因为我们高嘛 现在是倒借轨 现在全球的估值挖地 今天的这个收盘指数 也就是14倍市盈率 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21.2倍 标普500 24.2倍 英国富士132倍 热金指数40倍 所以外资 为什么要买中国股票呢 全球最低 点位低 估值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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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人们的记忆当中 好像是看指数的 好像历史上的指数更低 实际上是我们的 上市公司的业绩提高了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指数的虚的成分 因为扩容的这个速度 引起来 那么还有一个变化呢 因为人们下跌很容易担心 像去年那样的连续暴跌 那么这个呢不会了 因为时间和空间的位置 以及当时引起暴跌的 三万亿的厂外配置的平仓 以及2.4万亿的厂内的永之环 现在变成了8000亿 所以这种强行手段的这种 导致的暴跌 现在不复存在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呢 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呢 就一年前的今天 是持续暴跌的开断 对 一年后的现在今天 有可能就是晚上几落 一步到位 就是这样的一个 跌到位了 今天这个跌 可能就真的跌到位了 就不会持续的 是吗 不会连续再跌了 对 最多就是盘一盘 中国股市有一个特点 就是晚上几落 然后排盘再晚上 我认为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好 就至少您能给定个性 就是说如果比喻成皮球 那也是 这个弹起来的力度越来越弱 应该也就快弹不动了 那就可能会形成拐点了 是吧 就跌不动了 总归会有个拐点产生了 因为前期呢 为什么反弹的力度不够呢 日K线和月K线的技术指标到底 但是周K线还高了一点 然后最近呢 周K线和日K线的技术指标到底 日K线高了 到了八九十甚至一百 那么所以今天呢 它不是用缓慢的方式 把日K线的指标调下来 而是用季风暴雨时下来 我感到这个也很好的 当日K线 周K线 月K线 全部到底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2945冲起来 就要更加轻松一点 好 所以我把今天的调整 看作是日K线级别的调整 周K线级别的反弹 仍将继续 好 稍后我们会来听一听几位嘉宾 给咱们来详细梳理一下 今天的这个调整 对于我们之前这波反弹的级别 有没有影响 今天怎么去定性这个下跌 它的性质是什么 郑老师也简单来说一下吧 这一周年 一周年 一年过去了 可能这样说吧 你有什么样那些感想 或者觉得这市场 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如果说你刚才说 那个5178的时候 我后来想起来了 当时我还在跟很多朋友说 我说那个资产证据化率 怎么那么高啊 超过100了 百分之一百一十二 因为我一直记得 在2007年的10月份 就6124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资产证据化率 是百分之一百二十 也就是每一次 它超过百分之一百之后 都会形成了一轮 就是快速的下跌 那么在5178的时候 我在这个之前 就是5178之前 我已经发现它超过100了 然后我问了很多 现在非常看空的人 他们都告诉我 没关系啊 资产证据化率 美国是150啊 我们也可以到150啊 我当时将信将疑 我还以为这个历史 可能会被改写了 结果我没想到历史被 有可能是会被改写的 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缓慢的 也就是说每一次 当资产证据化率 超过100%的时候 肯定是个顶部 而且这个顶部 是非常的厉害 是一个大顶 会跌起来很猛烈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 它的威力了 但是现在呢 已经跌到这个份上 我刚才出来的时候 我就算了一下 现在整个中国的 资产证据化率 是65% 65%是一个什么阶段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 印度是73% 我都是根据那个 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 来进行一个拟合的 印度是73% 然后美国是最高 是151 加拿大是115 英国是99 也就发达国家 基本上是 从90到100之间 然后呢 发展中国家呢 也停在大概70多 只有中国是最低 是65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刚才您说 在小长假的时候 整个外围市场 出现了一个 比较急风咒语的下跌 但你看看 他们的资产证据化率 都比我们高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 一个挖地 在这样的一个挖地下 我们还能跌多少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一轮下跌 就是今天的这个下跌 肯定是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式的下跌 而且前面我说的 2781不会穿 结果 穿了一个点 对 穿了一个点 2780 现在我说2780肯定是 第二个地点 也不会穿 以后都看不到 好 徐老师 这二位都是来打气的 就每次看到他们 都是觉得来鼓舞信心的 您呢 但是我可能相对 要谨慎一点 因为我没有看到 那么乐观的一个预期 如果比照一年以前 一年以后 我们如果以这样一个 回顾的眼光来看 好像在城头看风景 你看是一波一波地下来 似乎市场地走了 一段下坡的路 但是当我们现在 是不是能够迎来 一段上升的路呢 恐怕还需要 漫长的一个等待 但有一点 到确实 要是说的稳赞中 就目前市场 到了2800点以后呢 它实际上是整个 走了一个 比较平缓的 这样一个路线了 如果说市场 是有这样一个记忆功能 更多的是 由于投资者 有它的情绪 对 投资者有它的记忆 所以才会有 这样一个状态出现 如果看今天这个局面 我觉得恐怕不是一个 日线级运的调整 而是一个周线级别的 一个调整 可能性更大一点 这个调整很简单 就是回到 5月31号那根 长阳 它的这个区间里头 因为当天那个 长阳正好100多点 是从2800点 左右到2900多点 这个区间里头 也就是说 2780 可能是这一波调整 它有可能会考验到的 但短期 估计可能还不至于破掉 所以是一个周线的 这样一个级别 而且今天下跌当中呢 大家不要忘掉 它主要的一个做空的动能 是来自两方 一方面就是磁心股 磁心股恰好上一周 刚才李廷报道的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一天我们记得 大量的磁心股涨停板 今天大量的磁心股是跌停板 因为这一波行情当中 涨得最猛的 就是这一类股票 那跌起来最猛的应该是他们 第二点呢 就是今天下跌当中 实际上是在尾盘的 最后的20分钟 才出现急剧的大跌 那这种情况是有一种 所谓空头的阻力 它偷袭的这样一个意味 这样一来使得 短期的走势当中呢 我倒觉得 大家肯定也不必要太恐慌了 好 这是对于今天这个下跌 包括这一年的回顾 你看对于一年的回顾 大家没有什么分歧 但是对于今天这个下跌的定性 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以后我们再来听听 他们几个详细的观点 咱们先来看一看 今天市场 这一年之后过去了 今天市场跌了多少 多么希望能够说 今天市场涨了多少 上市指数今天跌了3.21% 这个跌幅是已经创下了 近三个半以来 最大的单日跌幅 中小百4.6亿 创业版6%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成交额 今天的放量下跌 但是如果看这个成交额的变化 5891亿 就是说还没有说像之前 至少在6月3号 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 6447亿 这样的一种成交额 再来看看今天的跌停加数 虽然说千股跌停没有出现 但是白股跌停似乎还是比较能够见到的 今天有213只个股跌停 你看前面就节前那几个交易日 我们再说到底在酝酿什么呀 节后见分小 选择什么方向呢 看看节前一个 三个 三个 两个 你再看今天 你再看今天213加 涨停的加数 只有16加 我们再来看一下赚钱效应 这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一下 如果看到98% 95%这种赚钱效应 第二天都不会持续 不会维持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赚钱效应 你再各位数 我们最低的时候是2% 今天也是次低了4% 一般来讲也不太会维持 就至少明天会不会比今天来得好一点 不太会4%的赚钱效应 下跌的2447加上涨的112加 今天这样一个日子给大家的印象是什么 白点长阴 您还记得吗 在之前我们提到过 这市场是有个白点长阳的 那根白点长阳拉起来之后 从谨慎的慢慢开始谨慎乐观的 不相信反弹的也会尝试的去做一做 但这个白点长阳 李老师您刚刚说了 这只是个日线级别的调整 但是好像徐老师也偏谨慎 你觉得周线级别 也觉得好像上涨 找不到什么样的理由 您来跟我们再详细说一说 好的 现在如果从KD节指标看 周线在30左右 月线已经到了20 而日线在68 所以我估计有三四个交易日 日线也调到20以下了 所以我把它定性为热线 就再调三四个交易日 三四个交易日 另外从导致今天的暴跌的 直接的诱发因素 也大致在6月16日都接分销了 无论中国进不进MSCRI 无论英国是不是脱离欧盟 但是美国的加息可能性是零的 那么实际上美国加息的杀伤力 要比另外两个因素大 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因素 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心理因素 老实说真的加入MSCRI 也没什么好 即使好 也要到明年5月份 才有那么几百亿美金的资金 可以可进来 那是不知挂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是这些因素 让它明朗化了以后 A股该怎么走还是怎么走 刚才讲到一年以后的市场有什么变化 我发现市场已经有了很多新的特点 比如说上证指数的走势 跟经济的L型是一致的 关系比较密切 再比如说市场起涨共跌的机会 越来越少 更多的体现的是 各股的结构性的行情 再比如说 26年股市从来没有见过的 有3万到3万5千亿的 国家队的资金在里面 而且经常动用上证50ETF来调控 使得这个股市的这个政府 就变得平缓 像今天是三个半月才出现过这么一次 而且是全球性的引发的 总的来说 越来越平缓 不存在持续暴跌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另外呢 从传统意义上的用一般的技术分析 来预测这个底部 暴跌冒跌还要什么浪 还要下跌到这种可怕的 整个市场绝望恐慌的底部 这是看不到了 因为刚才讲过3万多亿的国家队的利益 在里面 就把这个市场的波幅烫平了 这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 就是我们今后就是以基本面的风险 上市公司的风险 个股的风险为主 技术风险为福 而不能倒过来 就像刚才您说的 可能确实这一周 我们有很多的事件会影响这个市场 那今天这个跌是不是也在提前的这个 在市场当中反应去消化这个利空 您说的就不会连续的下跌 就不会连续这种白点长银 白点长银 不可能 这样的基础是不具备的 是吧 但是您也说了调整要三四个交易日 等待这个KDJ下来 那是说我们就在2780之上吗 还是你觉得是 还是说要下一个台阶 不是 它横盘也可以把这个指标调下来 因为今天的接风暴雨是最后20分钟引起的 一直到两点多钟 两点十五分的时候 还五周均线2880 是白线在上 有机构在守住的 守得很稳的 到最后的20分钟 突然引来了很大的炮盘 从创业办引发的 然后上升指数也跳水了 那么所以今天的加权平均的这个指数 不是在这个2830 应该是2860 2870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而且这个指数 跌到2830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 就等于把前期在2800点上方 盘了16天的获利筹码 已经充分释放了 今天割肉的人少的 主要是获利盘兑现 包括刚才徐老师讲的 创业板的执行股 还有创业板的一些个股 也连续上涨30%的 也很多的 就获利盘用出来了 所以今天的大盘的下跌 不恐怖 不不委屈 还不不委屈 因为它不可持续 所以这经济往往是这样的 当时它都 普遍地感到很好的时候 第二天高开一下以后就下山 整个市场都感到 这个结果很不好 而且感到很担忧的时候 第二天低开一下 它翻红盘了 我认为明天很可能 就是这样的情况 好 因为现在的这个市场呢 很多人就是预期 就是希望能够选时 终于选股 这是长期以来的 但是目前已经悄悄地 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选股终于选时 有可能有很多机构 它在有限的指数范围里 通过个股的运作 提前解放了 创出了今年的新高 因为每天都有几十个涨定板 都有一批的个股在创新高 那么如果你一直等 一直等一直等的话 人家已经解放了 那么你可能也等不到 你预期的 让你放心的 生生生的操大底的 这种机会是没有的 操作策略 咱们以后详细来说 但是确实今年的行情 就是如果你拿着不动的话 不能说损失 但是总归会坐电梯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所以总归要灵活 但是灵活的前提 你得踏准节奏 你别灵活地踏错了节奏 一会儿我们来说一下 但是我有这样一种担心 因为刚才李老师也提到 这个百点长音 今天这个百点长音 消化的是什么呢 是这根百点长阳起来的 比如说获利盘 所以今天卖的 可能大多数是获利盘 但是我们要来想一下 这个百点长阳 它为什么出现了 在这儿横盘了16个交易者 大家那个时候 更多人认为是会下去 一呢这个时候是抛压比较少 大家已经觉得说 在这儿该抛的 其实也抛完了 所以呢抛压也比较少了 而且当时的成交量 也萎缩得非常的厉害 随后呢出现了一个 百点的长阳拉起来 市场开始预期了 那个时候护股通 一直在流入 一直在流入30个亿 而且是不断地流入 大家预期 MSCI被加入的概率比较高 可是现在呢 非常明显 就是加入的概率也很低了 再加上呢 在上面横盘了 这六个交易之后 告诉你说 3000点 目前来看难以逾越 那我只能选择 向下退手了 这种一下子 让你觉得天花板 又一次地降低了 这3000点都过不去了 再加上MSCI也落空了 这个概率也比较大了 那这个位置上的这个平台的 这个守住的概率 是不是也要大幅降低了呢 刚才郑老师给的答案是不是 但是你看我刚刚说 这两个担忧 你觉得我有必要去担忧吗 应该没有必要担忧 你来说说理由吗 因为我觉得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那根白脸长阳 它从哪来的 因为我记得当时 很多的人都说 旧盘必跌吧 很多人都这样说 而且整个市场 你也看不到什么乐观的情绪 但是突然在5月31号那一天 它就出现了一个白脸长阳 大家都心知肚明呀 为什么在2781 它几次跌不下去 最后是2780戳了一下 它又守住了呢 很明显就是国家队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底部 肯定是抬高的 一定会在2780这次守住 那么现在已经收盘是2833了 所以下跌空间 我觉得肯定是不大的 所以我想国家队之所以 在十几天它能够守住这个平台 肯定后面是不会再向下突破 这个平台的 然后呢 今天为什么会跌 刚才这个徐老师也说了 是那个次行股下来 是那个创业板带下来的 那次行股呢 我是这样想的 它发的时候是20多倍的市盈率 然后呢 不停地有涨停板 大概十几个涨停板上去 然后涨停板打开之后呢 继续地上涨 我们看它的那个PE啊 都是1000多倍 2000多倍 好吓人的PE 但是因为有资金推动 因为它是这样的 就是它先上来是 很小一部分的流通 然后呢 再有机构配售的部分 然后呢 再有所谓的小飞 再有大飞 就是它上来的时候 你看到流通盘如果很大的话 但其实它流通的还是很小的 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投机炒作 就包括像第一创业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小型券商股 其实第一创业的总市值啊 远远要大于很多的券商 当然是国员证券是排不上的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整个市场太投机了 所以今天出现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次行股市应该有一个价值回归的这个过程 那比如说你认为这个现象是投机的现象 所以它要价值回归 对 那什么是价值回归 接下来市场会回归到理性 去选择真的价值投资的一些品种上吗 这种风格的变化吗 你认为 我觉得风格也会切换 就是前面涨的多的那些东西 大家是要小心一点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回归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股票 它本来就是涨幅不大 但是今天会有一个假摔 就是今天是刚才像李老师说的 它是在收盘之前的20分钟 突然很多股票就是放弃抵抗了 一下子就扑到跌停板上 但这种股票其中有很多 我觉得是有投资价值的 是可以去慢慢挖掘的 所以明天我自己个人估计 像这一类突然会扑到跌停板上的股票 很多都会起来 都会有一个很快收复失地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对这个下跌一点都不担心 你是因为说 因为那些被炒得过高了 所以他们要开始股跌 是吧 但有一些真的有内在价值的个股 今天是假摔完了之后就会起来 就会起来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讲 从我们现在的A股而言 放眼望去几千只个股 你认为是投机性的这种成分的 更高的一些个股多 就比如说估值偏贵的个股多 还是认为你有价值的个股 其实是更多的 就是估值是合理的更多的 我觉得也不能光看估值了 如果看估值的话 那是没法看的 因为你看300点的估值 其实比现在还要高 你看估值咋看 就是说大家说估值是不靠谱的 就是大家如果放水的话 这估值肯定就高 如果不放水的话 估值就会整体降低 所以我看的是整体的涨幅 就我觉得这一段 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来推动 你比如说上市公司业界没增长 只是因为有一个题材 有一个什么东西你炒作上去 那个我觉得就不太靠谱 如果说你是真的业绩有增长 那你涨这点涨幅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你刚才说的 有多少股票它是正常的 和不正常的值分 我觉得不正常的股票还很少 只有大概10%左右 90%的股票还是在下面的 还是很正常的 就是你是认为次行股市因为涨多了 对呀 就不是说他们估值太高了是吗 对 就涨多了 它的估值本身就高啊 它是有很多股票 其实估值也高 但是也没怎么涨的 也有这样的股票 也有一些股票就是估值很低 但是也没怎么涨的 对 所以说估值在整个 我们中国的A股市场是不可靠的 估值我一向认为是不可靠 我们要看什么呢 还是要看市值 估值不可靠 要看市值 那市值跟什么相关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还是要看资产证券化率 因为我看了一下 刚刚出来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从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 全球市场当中 跌的最多的是哪一个市场 就是我们A股啊 就是我们的创业板 是跌了24.29% 那么欧洲市场 我看了一下 从年初到现在 整个欧洲都是在跌的 但是跌的最多的 意大利也只不过跌了18% 它那边金融危机了 都18% 我们这边跌24% 然后整个我们的上证 是跌20%左右 大中华地区是跌幅最惨的 整个美洲是上涨的 整个亚洲 除了那个日本是跌了15% 新加坡跌3% 其他全部都上涨的 就是A股 它不知道犯了什么病 一直在往下掉 所以我觉得 A股就这样 这老是刚才就一直 正好把他自己的 前面的股票推翻掉了 对 因为恰恰美国的这个市场 它的这个所谓 资产重量化最高的 但是它的 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不是不是 我们这样化这么低 但是我们法 我们一直在跌 但是我要究竟你一点 你看香港的市场 你说的资产重量化多少 不是 就没法股票了 香港是不能这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香港它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知道 香港很多的都是老千股 那我们A股没有问题吗 你觉得A股没有问题 A股没有低价披股的问题 它就是上市公司的 别人的问题 我们A股没有 但我们A股会有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信心不足 我觉得就是信心不足 导致了今天的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横向比较 纵向比较 我认为我们的估值还是很低的 整个市值还是很低的 处于一个挖地 但是问题就是 咱们的市场跟别人有可比性 就是能够放到一起 对啊 每一次大家都认为 这个历史是不可靠的 比如说资产证据化率 是不可靠的 但是每一次 它都给你看颜色 如果它是低的话 它是应该会上涨 如果它是高的话 就是会上涨 那现在我就问您 您一直看的资产证据化率 是吧 现在A股算低的吗 应该是低的 那如果说2680的时候 算低的吗 也算2850也是低的 我们现在是在2833点 最低的是2780 你看它一直低 但它就是一直不起来 那什么时候能够起来 起来的话也是因为 我一直认为 在这个地方 是构筑了一个历史级别的大底 所以才不起来 我一直在说 这个市场是 是底不反弹 反弹不是底 所以在这个 哪怕那天拉出白点长阳 我一直跟朋友们说 你不要指望它马上就冲过3000点 没这回事 因为什么呢 刚才李老师说了一个 技术上的一个指标 但是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我是看什么 250天线 120天线 全在头上压着的 肯定要等这些线下来 慢慢拐头下来 走平 踩上去 然后才有爆发大行情的可能呀 现在肯定没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摸底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只是一个摸底的过程 所以说白点长阳也好 白点长阴也好 大家还是对 根本就不用去担心 还要改变九盘比低的 这种传统观念 因为当今股市 比如说美国股市 可以在16000到18000 8%的空间里面盘一年 香港在21000上下 1000点盘一年 而是英国在6000点盘一年 像德国股市 就在1万点左右盘一年 日本股市在15000到16000 盘一年 还不是盘一年呢 我出来的时候看一下 我们现在我想也在慢慢慢慢地 把这个空间就是收窄 所以很多人很激动地说什么3600 我就说这个箱体 2800到3200这个箱体 我们可能我们中国股市 就需要盘半年一年 您认为就这200点 400点 2800到3200 300400点 400点的空间盘一年 可能2800到3000 也要盘半年 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 但是 盘一年我觉得还太长了一点 至少我先看到 大概10月份以后 才有可能我们会站上年限 才有可能会启动行情 但是在这个时候 大家也不要太悲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历过2013年 你还记不记得2013年 2013年整个上阵宗旨 是从2004跌到1800 但是我们看到中小版 创业版都长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大盘指数长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大盘指数一找后面就是下跌 我们也不是让它不要跌得这么惨烈 就一跌跌下来 个股大家就像你说的 有一些可能是被误杀的 今天也封到跌停板上了 那是短暂的 一会咱们回来再来听听几位的观点 其实听下来感觉就是 这如果是一个震荡模底的话 2800到3200 可能咱们就用时间来换未来的空间 但现在大的分歧在哪呢 其实不是在时间上 而是在空间上 这2800磨底 这几百点的空间 真的能够磨那么久吗 而且磨了几次了 是不是要向下 再去考验一个低点之后 才能真的见到大底 我们一会儿回来再来听一听几位的观点 好 欢迎回来 其实大家现在对于今年这个市场行情 有这样一种认同 就是涨不高 就是从之前的3100点 到之前的3000点 到现在2945点 不仅仅长不高 也长不动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感觉跌不下去 但是它跌的动 动辄就是白点的长音 就长不高 但跌的动 这就是A股的特性 听听 薛老师 你怎么看刚才二位的这种观点 首先我要说这个估值问题 实际上是一个忍者见仁的问题 每个人他都可以有他的一个估值 否则就没法解释 他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点位上面 他就买了这样的一类股票 因为他觉得已经到位了 或者他觉得有机可撑了 所以他就可以买进 所以讨论估值 实际上应该放在一个 更大的一个空间里头 郑老师刚才说到的 这个资产正确化呢 如果用来判断大的一些级别 比如顶或者底 是应该管用的指标 但如果判断目前这样一些 看似比较中短期的时候 可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所以关于估值 我想我们可以 你认为30倍合理 他认为可能60倍也没问题 创业版100倍 照样很多股票会涨得非常好 而且我们发现 越涨得好的股票 它的市益率往往是越高的 而越是那个安兵不动的 或者跌得多的股票呢 往往市益率比较低的 比如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整个金融板块 它市益率都很低 但它就是起不来 而且这里面我们也知道 这是所谓的国家队重点看护的 但为什么它起不来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问题 也不要太看重 因为有国家队在场 就会以为它跌不到那里去 因为国家队不是完全 就为了亏计指数的 而且大家也发现了 今年他们确实也在打 它的一些算盘 它也该卖就卖了 因为1400多家 它有这个份 它可能需要退出一些 集中力量对付另外一些 另外我们再看 比如为什么九盘必跌 股市里面像往往这样 月盘的九 但你可以认为是 急剧上涨的动力 但在目前的氛围当中 它实际上急剧的是一个下跌的动能 你看今天一跌 恰恰是那些 本来涨得就不怎么好的那些品种 它迅速就创出了新低 我们的指数还没有创出新低 如果我们统计一下 今天可能有一批股票 它已经创出新低来了 而这些股票呢 非常可怜的一族 它们就是本来在这个反弹过程当中 都很弱的 它反而跌得更猛了 所以可以解释 九盘必跌 在目前的氛围当中 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我相信呢 目前这个行情啊 它可能还没有那么乐观 到这样一个地步 像刚才他们两位也说到这一点 就是说看得很好 但是呢空间非常有限 而且盘的时间 可能会有一个阶段 这一点我觉得是认同的 就是对目前总体市场 它的主流趋势 就是一个盘整的基调 而是没有大行情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 毕竟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呢 一轮大的波动结束以后 如果要产生大规模的 这种行情 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时间去等待 这一点可能需要大家有个准备 所以包括这一轮行情 到现在 我们还看不到说 就能到底起来 那种乐观的一个预期 如果再看创业版呢 我觉得有点另当别论 因为创业版本来这个弹性就很大 波动性很大 所以今天这样一个跌幅 它是最大的 但是过几天可能涨起来 又是创业版 可能又是涨幅最大的 这个是不奇怪的 而且因为这一步行情当中 创业版本身有一定的领长作用 而且更多的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的 聚焦在一些吃心股当中 实际上吃心股的运作 今年是有它的特点的 我们在讨论操作的时候 可以再来讲一讲 好 其实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 咱们现在对于这个市场 主基调 从目前来看是一个盘整的基调 是吧 就别看我们觉得说 这个上面的空间 大家都看不到 那下方的空间 正常在李老师 郑老师来看 也是有限的 但是刚才李老师说了 为什么下方的空间 有限的一个观点 就提到了国家队 就刚才徐老师也提了 就是国家队 其实虽然在里边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就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它只是让你这个市场 跌得慢一点 就当你跌得一急了 当你一百点长阴了 我不会让你连续 第二天出现百点长阴 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不跌 也不意味着你跌不动 您怎么理解呢 有国家队 这三万五千亿在里面 有什么作用呢 一个把市场的佛筹 减少了很多 这个因为流通市值 虽然有将近四十万亿 但是很多像基金 公募基金八万亿 私募基金六万亿 国家队再来三万多亿 这样的佛筹少了 所以前段之间 到了两千八 我们就看到三千七百亿 三千三百亿 这种成交量 这是一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 这个市场的所有参与者 都是为利益而来 国家队也有利益 当然他怎么来解套 有很多人认为 一定要拉到 四千年上方程解套 用不到 他就在 比如说一个狭窄的箱体 我认为他现在实际上 起到了一个 做事伤的作用 到了他认为的高点 他疯了 认为他低点 大家认为他低 他守住了 他来回做的话 也可以解套的 并且他以大盘国为主 他在拿红利 也可以解套 或者他有两三年的打算 不是像我们最好马上解套 如果是这样运作的话 那我们要等 要跌到一个非常跌透的这样的位置 你可能等不到 因为他的实力比你强 50ETF 一篮子买卖 这个马上就可以把这个市场拉起来 所以盘中很快的 也是一撬头 就一条直线上去了 不知道谁打的 就是他有这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 第三 他手里的股票 就是大牌蓝车股 这个估值到了2780 就是13.5倍 是没办法 没有人有这个筹码 能够把他的这个底 记出来 这都用嘴巴唱 没用的 他这个实力说话的 所以你认为2780是底线的 一个原因是因为 在这个位置上估值是低的 就是他手上这些东西的估值是低的 是便宜的 而且他拿到的筹码的实力是强的 所以做空的力量无法打破他 要有对手 对 这是为什么会有白点长阳 所有的人都闭嘴 因为你没筹码跟他对抗 对吧 所以不能光看到今天的白点长阳 很容易 同样白点长阳也很容易 这两点都要同时看到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的 从长远来说 是应该有投资价值的 大家回顾一下 中国股市已经26年了 26年只搞到了2800点 像话嘛 这个全世界都没有这种股市的 而且呢 像这个我们的中国的经济 这个状况还是全世界最高的 央行的这个一个研究所长的报告 今天我看到一个资料 他说A股坐在金矿上 但是没有发现金子 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一旦中国的机构投资者的力量 也像国外股市一样来的话 这种位置你是买不到的 我认为3000点以下的持续的时间 不是不会很长的 回头看的话 肯定现在的位置 价格是非常便宜的 如果我们有发现 个股的能力的话 现在好的股票 在我看来能翻倍的股票 比比皆是 好 这是刚才李老师也提到 为什么认为2780这个位置上 是有效的 是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的 然后咱们是有底线的 另外咱们这个相体震荡的区间 为什么可能要形成的时间比较长 解释的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了 如果说我们真的是 市场按照这种规律运行 我们也理解了 其中的这种内在的含义 那大家的操作 是不是就是你回过头来看 每一次这反弹的高点 当这横盘上不去了 其实就是应该减仓 就不要老想着 它会突破 会突破 它不会突破 但总有一次应该会反向的 只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下一次 以后我们会来说操作了 再来听听郑老师的观点 今天跌的比较多的 你刚刚也提到了刺心股 这刺心股大多数 可能也跟创业版 也有很大的这种关联程度 而且今天创业版 跌的也比较多 创业版今天跌了6% 并且今天创业版 还留下了一个 向下的跳空缺口 而且这个缺口 正好对应它这根 白点长阳拉出来之后的 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就是左边一个缺口 右边一个缺口 有人也说 这是不是一个 导型反转又形成了 你对创业版怎么看 我这个创业版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 我觉得首先它的总市值不大 就是4.7万亿左右的 那个总市值 那我觉得整个创业版 因为它当中有很多的 这种新兴产业的股票 不过我最近发现 很多的创业版股票 它确实涨了很多 就在最低点上来 不知不觉当中 有涨4% 4%50% 就别看这一段 都有很多 有很多创业版 它是涨了很多 所以说今天我看到 很多股票是跌停的 那我觉得也很正常 它前面涨了那么多 今天来一个 这样的一个回吐 这个太正常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主板来看 我还是觉得就像刚才 李老师所说的 就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整个大盘指数 已经被控盘了 就是整个国家队在里面 大家看到前面是 16天的一个横盘 长达一个16天 大家都说要向下突破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 白点长阳向上 但是向上之后 它也没有突破 还是在那里盘整之后 今天又是来一个空头的突袭 应该是最后20分钟的空头突袭 来了一下 但是我觉得它还没有脱离这个区间 然后没有脱离整个盘底的过程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级别的底部 那这个底部呢 随着我们整个创业版和中小版的 上市公司的业绩的改善 所以它的估值还会慢慢的降下来 因为我们看到创业版 记得我以前在这里讨论过 就是今年一季度啊 创业版整体来说 它的一个业绩增速是40% 高达40% 你想它如果在这里盘一年不涨的话 它的PE是不是又下来了 但问题是它在涨了 就像您刚才说的 有很多的股票已经涨幅非常大了 它并没有盘 就是有很多个股它一直在涨 就觉得这个指数没涨吗 但是很多股票它确实涨了 所以说在这里呢 还是比较赞同李老师的意见 就是个股会分化 肯定个股会分化 但是我觉得下来就是今天 尾盘偷袭的那些股票 不一定都是很差的 它看上去很可怕 没有脚的 下面都是跌停板的 疯死的 但是很多的股票 可能会很快就收负失地了 那一会儿您重点要跟我们说 就是怎么去辨别 今天尾盘是被错杀的 尾盘是被偷袭的 当然一部分是今天前面就开始跌了 噼里啪啦的跌停的 当然也有这种尾盘下跌的 那是从行业 还是从这种股价的走势 还是从等等一系列 稍后回来我们来听听几位 对于大家在策略上 在操作上 有怎样的一种建议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 今天市场当中 一支独秀的板块 就是黄金股 今天的市场涨停的家属 其实已经非常少了 相对来说 还有板块效应表现好的 也就只有黄金股了 山东黄金8.42%的涨幅 丘林集团8% 中金黄金5.6% 西部黄金4.96% 这样的一支独秀 当你往往看到这样的板块 成为一支独秀的时候 其实非常明显 就是市场的避险情绪 肯定是在上升的 再加上这个国际金价 也在出现了上涨 今天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200多只个股跌停当中 哪些是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第一创业 这是次行股 同时也是券商里面的个股 它的市值 其实从目前来看 也已经超过了有一些 刚才其实郑老师也提到的 龙头的券商类的公司跌停 南海华腾 这是百元股 也是次行股跌停 可利克 应该说是这一波次行股当中 绝对的龙头股 跌创新高 今天也是跌停的 中科创达 两市当中的第一高价股 今天依然也是跌停 另外两只 为什么把它罗列出来呢 都是因为 创业版当中的权重股 一支是乐视网 乐视网和暴风集团 都是上周复牌的 复牌了之后 大家还在看 它们的表现 会影响整个创业版的 走势和情绪 一直没有跌停 今天跌停 暴风集团同样 这个也是出现了跌停 就今天的这个现象 一方面是刺新股 另外一方面 也是市场当中 有代表性的个股 出现了这种下跌 我想问问徐老师 就出现这种跌 你认为是说 有一些是被错杀的 是大家可以关注的 还是说当刺新股 这种表明什么 市场那种 不管是投机的情绪也好 或者是风险偏好也好 当它们开始出现 就表明风险偏好 已经开始下降了 再加上黄金这种涨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 以防御为主 避险为主 所以刚才李老师说到 实际上是在陆家嘴论坛上面 提到的一个金融研究所 他的一个讲话 说我们这个市场 实际上是处在金矿当中 但是挖不到金子 为什么挖不到金子 我倒觉得是 大家需要关注的问题 包括管理层 包括整个市场的建设者 包括投资者 因为在这一年以来 是还有一个统计数字 非常有益 从去年的70多万亿的市值 到现在流通市值 在35万亿左右 那平均下来 每一个账户的损失 是达到50万元的 这个应该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市场当中 反而很多人是赔钱的多 挖不到金子 特别今年 可能这个特征更明显 但是也有一类品种 它是能够挖到金子 刚才你看 我们今天 这些黄金类概念的股票 不断地经验 就是市金子真的会发光 什么锂电 新能源 今天当然也出现大的调整 但是前面这个阶段 它一路走高的 包括刚才提到这些 都是来自于中小创的 这样一些概念股票 为主导 但这些股票并不是 它的所谓估值有多大 因为估值它是一个 我说了既使人则见人 同时它也是一个动态 不是因为今天我们整个市场 比如说上海方面 它是13.8倍市盈率 它就有很大的投入 因为这个会变化 比如银行股 它现在看到都是 各位数的市盈率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 方方面的因素 包括成长性 包括它的什么不良率 等等这些因素 可能它的估值 未来是会提升的 这样一来 它目前看到的市盈率水平 就不能真实地代表到 未来的一个价值 那么今天看到 中小创这些股票的跌停板 我们也不能认为 它就 真的是就完结了 不是这样 因为中小创的这些个股 它有一个极大的 一个波动性和弹性 比如像暴风科技 像乐视网这些个股 乐视网我们也知道 它复牌第一天 还有二十多亿的 这个融资盘冲进去 那如果你按现在这个数字 这些全部被消灭了 或者说遭受巨大的亏损 但为什么还会 在这里面支持它 因为你同样的 看待中小创这些个股 也需要有一个 更远一点的眼光来看待 包括今天你看第一创业 第一创业的估值水平 显然是高估的 因为它远比我们 现在在交易的一些券商 来得高得多 当然高得多有 它高得多的道理 因为它流通盘很小 它的两个亿 总的流通盘 假设它来几次的高宋转以后 它的估值水平会下来 下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超过你目前 几十亿的流通盘的券商 所以并不奇怪 这方面如果我们纯粹 用它的所谓总市值来衡量 就存在问题了 因为如果总市值来衡量 可能就很难理解 目前一些中小创的公司 它的成长过程当中 它的突飞猛进的一个市值 比如像今天也在跌的 比如说东方财富 它也跌的比较多 包括机器人这些个股 都是如此 所以从创业版的角度来看 虽然今天它是跌得最猛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有 成长的发展眼光去看待 可能未来主要的机会 在我看来今年 还应该在这里面去寻找 而且重点还应该在这个 赤心股当中去挖掘你的金子 这里面围绕着赤心股 围绕赤心股当中 真正高成长的 它处在新鲜行业的 比如说 为什么今年同样的一些赤心股 有的能创新高 有的还是暗民不动的 你看举个典型 比如说去年上来的 像江苏有限 像读者 这个传媒 他们表现就很一般 这应该也是新鲜行业吧 但是今年就不在风头上面 而另外一批个股 它是如风得水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何挖到这个市场当中的金子 应该是有一些技巧 但是投资者 可能在目前的市场当中 你还是应该谨慎对待 好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两位 给出大家在当下的 有一些具体的操作建议 行情震荡 很多朋友踏不准节奏 常常买进就下跌 止损又反弹 甚至两边犯错 今天将免费送你太极线 专对震荡行情 帮你高抛低吸 踏准节奏 你只要发送80到12114 就可以免费领取 太极线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红色表示价格较低 未来大概率上涨 你可以参考买入 绿色表示价格偏高 未来大概率下跌 你可以参考买出 到底能不能帮到你 现在就发送短信80到12114 免费领取台极线 实际应用一下就知道了 震荡行情 抓住机会的关键就是高抛DC 可是何时高抛何时DC呢 赶快拿出手机 编辑短信80 发送到12114 来免费领取台极线 用太极线来帮你应对震荡行情 把握高抛DC的机会吧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给大家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或得由飞鸽智能电器 为您提供的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朋友滚动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165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接着咱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的资金流向情况 今天只有两个板块资金流入 都是金融类的各国板块 银行净流入了1.87亿 保险0.87亿 剩下的全部都是以流出为主的 相对来说流出较少的旅游酒店 农历沐浴 还有商业连锁 都在一个亿之内 我们来看一下流出比较多的 计算机净流出15.5亿 化工化新是12亿 电子信息是12.62亿 机械是9.66亿 券商8.14亿 就从资金来看 今天大部分都是流出的了 接着我们再来听听李老师的观点 关于个股上的选择 您也说了 现在好像是选时没有选股重要 但是当你看到这市场 一旦跌幅这么多 任何个股也逃脱不了 对 这个不能看一天两天 我认为中国股市 自从科技三会刚开完 习近平做的这个讲话 我仔细看了 很重要 科技是立国之旗 国家靠自己强 企业靠自己赢 股民靠自己有福 这个企业靠他赢 股民有福 我对这句话最感兴趣 所以就是股民你要盈利 要有福 获利 就要买高科技股 那么高科技股 怎么来发掘呢 我认为有三个途径 我是打破创业版 中小版 声势护士 把它打破这个概念 高科技股的第一个途径 就是刚才徐老师讲的 新股上来的 赤新股里面的高科技 这个因为它的股本小 可以反复炒作 套牢的话可以高速转 所以炒作的力量很强 而且爆发力很强 但是你要有风险意识 这个盈利和风险 都是伴随的 一般来说 当你发现了它的时候 它的股价已经是 至少不会有50块以下的 这个不大会有 所以要有风险意识 第二个途径 就是我感到的 就是我们需要 学一点高科技知识了 就是当今我们中国科技 在世界领先的领域有哪些 现在我们知道的 就是最近习近平去 中国科大参观过的 量子通信 是世界领先 美国的没有的 下个月 7月份就要发量子通信卫星 那么量子通信板块 今天也是涨得强势了 要去发掘 而且尽可能价格是在 比较低的 30块以下 20多块 那么空间比较大 固质比较低 这块东西我感到 今后要成为大黑马的 因为世界上只有我们有 这是一块 第二块 人工智能 语音 中国科大搞出的那些语音体系 也是习近平跟他去对的话 也感到确实是世界领先的 第三块 科技和军工结合的科研研究所 无论是航空发动机的那种科研 或者是船工海工 就是中工集团的那些研究所 里面的那些高科技 价格比较低一点的 也可以关注 这是第二个途径 就是现在板上的公开的 但是要做波段 不是硬物到底 第三个途径 就是隐蔽的高科技 就是现在还不是高科技 而是通过国资改革资产重组 股权公开转让 然后竞标 那肯定是最优秀的高科技 进到了 这类爆发的也同样强 三个途径 我感到抓住了这个 高科技为阻止核心 通过三个途径 根据个人的情况 有所侧中的话 我想这种指数 如果就是一百点波动 两百点波动 三十百点波动又如何 下跌百点又如何 到年底翻一倍给你看 这个很简单的事情 好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听听郑老师的观点 咱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的仓位调查 大家可以发送投票结果四个字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来索取 今天的这个仓位调查 空仓的比例和减仓的比例 大幅上升 都是26% 满仓叫23% 郑老师 简单来说一下 你认为哪些是错识的 大家明天可以关注的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吧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军工板牌 军工 对 因为已经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炒作了 周边又不是很太平 而且真正的高科技 其实都是在军工